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 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 积极为亚裔发声 推广中小企业发展 请看美南报业电视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福建籍同胞遭劫身中六腔 休斯顿华人社区治安亮起红灯 今天分别和休斯顿福建同乡会前唐会长 及现任陈一亮会长谈到一位同乡周一清晨 被数名歹徒抢劫身中六腔 目前尚在医院抢救昏迷之中 生命垂危 家中妻小正陷入生活困境之中 我们决定于明天周六上午八点半 在美南电视环球剧场召开社区紧急会议 邀请民意代表社区领袖 福建同乡会会长陈一亮 中华总商会会长孙铁汉等前来参加 共同商讨如何面对日益败坏之华人社区治安 福建同乡会陈会长非常沉重的表示 希望社会各界及市政府伸出援手来整顿 非常严重之治安 他呼吁华人社区必须团结对抗犯罪分子 远在国内的前任唐会长 对于相亲之遭遇感到十分之悲痛 今天在西南区生活及经商之华人一同胞 多年来就是犯罪分子之最大目标 我们如何加强对付如此败坏之治安环境 使大家共同要面对之紧急任务 感谢观看 官方杀